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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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那边是沙沙村分点 不开了 不开了 这 这边的话要抓紧 好 董事长 车出了点问题现在打不着了 怎么回事 能修好吗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我这回要找去赴约 不仅又没有办法打车 你这不是当务事吗 董事长 你感觉不知道 前段时间高门 后面过车 你要是可以嫌弃吗 小松 你这话就严重了 不管什么牌子的车 能上路的就是好车 我还怕你不愿意给我开呢 走吧 董事长 董事长 谢谢了 小松 太客气了 董事长 明天我把油甲板给你送回来 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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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市长要不要换件衣服 不用了 没关系 时间来不及了 您好 小高 是吧 你就是叶先生吗 嗯 对 我就是 不好意思 让你久等了 刚才临出门的事故车坏了 所以往了一点 就刚才过去那辆泼面包车吗 对 就那里面包车 不好意思 我觉得我们不合适 我朋友要是看见我坐的那么一辆泼面包车 会笑死我的 难道你觉得开面包车丢人吗 难道不丢人吗 还有啊 像你这种穷屌司 就不要在外面说自己是高发帅 土编一个装什么装 诶 这不是乐姐吗 小高 我来接我们董事长 你们董事长 是啊 就金星集团的董事长吗 嗯 他今天来这儿相亲 结果能半路车坏了 然后就开了个小面包过来了 什么 啊 啊 啊 那个碰面包车是你们董事长开的 对啊 哦 对了 上次你不是说想来我们集团上班吗 正好这次帮你引荐引荐 可以好好表现啊 这个乐姐我 他来了 稍等 董事长 车修好了吗 好了 那走吧 那个董事长 我有个朋友他想在我们集团上班 正好今天在这儿碰上 不知道您有没有时间 把他聊一下 要让他过来 好 小高 我们董事长 魏 魏董 你 对不起啊 魏董 我不知道你是董事长 你待人有大量就原谅我吧 我们走吧 董事长 这 我告诉你姑娘 永远不要看不起任何一个人 他现在过得不好 不一定永远都不好 你现在过得好 并不代表将来你会好 不要狗眼看人家 在人间有谁活着 不像是一场的雨 不要瞧不起任何人 30年河东 30年河西 且行且珍惜 点击下方黑水锅影视 关注一下呗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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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